黎明技术学院的时尚与创意学群 协同新北市客家事务局 要跟产业界来合作 将客家文化融入产业需求当中 因此就要从课程的规划设计开始 让学生能够运用客家元素 将客家元素融入在产业需求的商品当中 黎明技术学院时尚创意学群 协同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与产业界合作 将产业需求与客家文化结合 融入教学课程中 使学生能运用客家元素 进行现代感的流行商品创作 我们今天主要是展示主题叫做看花 我们主要是针对为客家来做一系列的布料设计 还有服装的设计 我们知道客家的文化在台湾具有非常代表性 这一次我们是从客家文化里面有一种绣片 它叫做看花 从这个主题延伸 直接做图案的绘制 在我们的创意产品设计器里面 我们这次所展出的作品都是以硕和版 就是以木材为主的一个雷射切割的商品 那这个商品是透过学生整个在这个课程里面 应用客家的元素 然后基于在整个的设计上面 由老师们师生的合作 那做成最后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呈现 在本次的展出中 同学们完成了 百余建以客家元素为主軸的文创精致商品 并于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 进行动静态的展演 那我们这一次呢 服装的动态展演主题叫做看花 那其实呢 在客家的一些传统的文化里面 有非常多的花式的一些图案 那我们除了运用传统 我们常常见到的牡丹花 还有铜花之外 这次还特别运用了很少见的相思素画 做一系列的服装设计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手绘的图案 有些刺绣的东西 还有一些数位印花 跟那个定位印花的一些设计 透过了解不同的文化 可以激荡出不同的设计的灵感 今天来自于各个学校的设计心锐 可以看看 当不同的文化给你的刺激 将来在你的作品上 会有什么样的反馈 本次展出中的每件作品 在年轻学子的新一代设计思潮之下 融入客家朴植元素 让客家传统文化能够借由 年轻一代的设计传品传承 并且能够发扬 记者在泰山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